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好消息 德州州長阿博特就宣佈了 他將會和德州州議會共同制定一套新的法律 來打擊科技霸權 阻止他們進行言論審查 簡直就是大快人心 第二宗消息就是關於抖音 現在很流行的一種銷售方式就叫做大貨直播 他們就想盛著這種熱潮 去進軍美國的電子商務市場 究竟會不會成功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一下到底德州的立法情況會是怎樣 根據德州州長阿博特所說 就說他正跟德州州議會的很多議員一起 去制定一項全新的法案 目的就是要為了防止科技霸權 按照用戶的政治觀點 進行言論審查 所以這條法例就是好東西來的 阿博特還說 他們這條法例就要防止 例如說Facebook或者Twitter 這些社交媒體的企業 嘗試去消除保守派在平台上的言論 所以他們的目的就已經是很明確的了 擺明就是要跟這些科技霸權對著幹 而德州就將會是佛羅里達州之後 第二個紅州 推動相關的法律 來去 制行科技霸權 其實我們在上星期的時候 都有提及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佛羅里達州的立法 將會在美國的紅州當中 掀起一股風潮 只要他們 有第一個成功例子的時候 其他的紅州 自自然而是會跟隨的 現在我們又中了 所以我一直就很堅持 說話就不需要托大 總之有幾分證據就說幾分 是其是非其非 自然就是會摸得到那個脈絡 我亦都說過一件事 就是希望必須要建基於堅定的信念 而不是建基於浮沙 有些KOL就經常在那邊 吹捧拜登 吹捧布林肯 吹捧佩洛西 那些完全是在騙香港人 希望不是建基於那些幻象 是要建基於自身有一個堅定的信念 例如當我們看到佛州會有這樣的立法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 察覺得到 似乎其他紅州都是蠢蠢欲動 這些才是真正堅實的 不是說一美洲去吹捧拜登 他做了什麼實際的事出來讓你吹捧 是沒有的 說回德州這個立法 德州的州參議員休斯說到 其實聯邦法律確實是准許 在州這個層次 對於 科企進行監管 所以他們準備提交的法案就會表明 如果一家科技公司 是基於你的個人政治觀點 或者是宗教觀點 而進行區別對待 因而限制 個別用戶的言論 甚至乎是將它禁言的時候 這條新法案 正正就可以保障到這一幫人的發言權 所以這條法案是好東西 是正義的東西 當然可能有些網友都會擔心 就是說現在只有個別的州去立法的時候 對於那些科技企業來說 會不會是不痛不癢 會不會是好像 爪氧式那樣去制衡 我的看法就不是那麼悲觀 因為現在法羅里達州其實都沒有通過 他們還在那個立法階段 已經感染到德州會有這個行動 我相信到最後就會產生一個骨牌效應 那些紅州陸續都會立法 大家要記住紅州在美國佔了27個州 當然有些州其實州長是共和黨人 但是州議會就是不完全控制的 但是最少來講 在共和黨完全執政的那些紅州 其實是可以推動到相關的立法 所以如果有十幾二十個州 有這些法例的時候 對於那些科技來說 就已經做到一個制衡作用 比如說到最後有20個紅州 是通過了類似的法案 裡面就會說明了 煩你這些科技企業 建基於個別用戶的政治觀點 而進行禁言的時候 就會遭到罰款 那些科技企業就不會博了 因為他一進行禁言的時候 就會有20個州連環罰款 所以 其實就已經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他不能夠完全不遵守 當然可以不遵守 但是他會有一個法律後果跟尾 到時候 那些人就是自自然而 因為那個法律後果而有所收斂 所以我就不會說那麼悲觀 所以我就相信 假以時日 當有更多的紅州推動類似立法程序的時候 這些法案是會收到一定的效果 而且這些法案是可以令到那個問題得到根治的 當然在過去一段時間裏面 有不少的人都呼籲大家不如嘗試一下轉平台 其實轉換平台比如說Facebook去Mivy 或者WhatsApp去Signal等等 這個當然是令到那些科技企業本身的利益會受損 但是這個有多少治標不治本的情況 當大家轉換到一個升平台的時候 然後如果連那些新平台都淪陷 我們又要再轉 這些叫做沒完沒了 無日無知 但是當有這些新法案出現的時候 就保證得到 哪怕你是什麼平台都好 你都必須要接受這些法例的規範 你不能夠違法 所以這個是把問題根治 是好東西來的 接下來就講一下 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這個抖音 根據《金融時報》的報導所說 就說TikTok即是抖音的海外版 就計劃在美國積極地進軍電子商務領域 他們就引述了消息人士聲稱 TikTok近日向廣告客戶展示了他們的平台有很多新功能 其中就包括了 准許那些用戶分享產品的連結 並且通過交易裏面 自動賺取銷售佣金 這件事其實在大陸來說就不是新的 有個名堂就是所謂的 直播帶貨 何謂直播帶貨呢 其實就是有些網紅 或者大陸的明星 他們對著鏡頭進行直播 直播一般是說話 他們不是的 他們是做銷售的 做銷售的時候 他們就會在鏡頭面前不斷地表現產品 說賺到它天上有地下無地 總之就賣花賺花香 但是這個直播帶貨 就已經在大陸造成了很大的亂象 凡是牽涉到金錢利益的當然會亂七八糟 尤其是大陸 有什麼亂象出現呢 例如 他賣的貨品根本就是貨不對版的 這些大把 又或者賣的根本上是劣質次貨 也有很多 更多的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 拆流量和一些假的銷售 比如說在一趟的直播當中 忽然之間說有幾萬宗的銷售 原來 到了最後 那個退貨率是可以去到九成八、九成九 換言之 裡面只有百分之一的交易 是為之真正的金錢交易 其他的交易 全部都是流的 是假的 沒有的 那些商家 其實他就是要營造出一種虛陷的場面 使得有部份 定力比較弱的一些觀眾 他就覺得 這麼多人都去 買這項產品的時候 他又洋裙心態買了一份 太多類似的亂象 那個監管其實就很流的 有些網絡水軍又湧出來 又一起讚 在那個留言板那裏 太多這些亂象了 這些甚至乎是大陸 推出一個直播購物的功能 那就是會類似於手機版的電視購物頻道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直播大貨 用戶在平台上看到展示出來的商品之後 簡單按幾下就會買到那個商品 TikTok就拒絕置評這一單消息 事實上也說 如果TikTok真的有這個計劃的時候 首先第一件事就反映到 他們是無懼拜登封殺的 如果他認為 拜登是會承繼著特朗普封殺TikTok的路線 他一定不會向廣告客會推銷這些東西 他都被你封殺 還賣什麼 還說什麼 所以他們就預計了一件事 拜登是會鬆章的 是會手鬆一點 至於拜登會不會真的鬆章 還是會繼承著強硬的路線 這次一事便之龍與鳳 如果TikTok可以進軍美國的電子商貿市場 基本上只是告訴大家 這個所謂的封殺TikTok就已經走到盡頭了 不過我猜那群的燈粉KOL 就照樣是繼續Alex上身 當看不到算數 其實這件事就是很大的轉折 因為蓬佩奧他當初提倡的所謂政網計劃 其中一件事就包括了要潔淨的手機應用程式 當然啦 後來這個抖音就遭到特朗普總統的封殺 如果拜登到最後是 容許或者默許TikTok 進軍美國的電子商貿市場的話 那就是整個路線已經是改緣易設了 那你叫那群的燈粉KOL情何以堪 根據統計 在TikTok的平台上 有四成的用戶是沒有擁有Facebook帳號的 有六成三的人就連Twitter都是沒有的 那所以其實TikTok的魔力 在外國的青年來說是很吸引的 那你再加上這個電子 商務平台 你一引入那個所謂直播帶貨的時候 裡面那個營銷的金額 只會是不斷地爆升 同時就會使得越來越多人 依賴這個平台來去維生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你之後再去打擊這個平台 或者做些什麼東西的時候 所遇到的阻力 只會是比特朗普總統的時期更加大 你不用再打擊他 因為那群用戶自自然而 就會出來反過來 好了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